20号正逢风雨交加之际 全国城隍大会师照常举行 晚会有金曲歌王洪荣洪 龙千玉 乔佑等中良级卡司 轮番上台献唱 县长徐书华等人台下台上 不为大雨滂沱 热络互动齐心为城隍 我们埔里的银海城隍爷 在921的时候倒塌了 所以经过15年的重建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相当的辛苦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在这个重建完成之后 庙房也决定一定要扩大来办理 特别邀请到全国的城隍爷 庙总共有42间共同大会师 在我们埔里热闹的举办 在昨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举办的这个晚会 邀请很多知名的歌手 一起跟我们埔里的乡亲来同乐 30号当天团败之后 由银海城隍庙主委潘一全 县长徐书华 立委马文军 议长何盛峰 以及永林基金会创办人 郭台铭等人 扶教走向仁爱公园旁的会场 拉开全国城隍起安绕境序幕 那今天除了42间的宫庙 在大会室也会在我们埔里 做个非常完整的巡礼 同时也做个祈福绕境的活动 那同时我们县政府 这次也支持了180万 希望对于宗教文化的活动 我们不断的来努力来提升 同时也结合地方的产业 大家共同来发展起来 相信说今天的活动 一定会让我们所有好朋友 发展很多不一样的顶头 来发展这些地方 我们政府未来继续打拼 就让我们保理庭和我们郎导官 各种的三业和我们的宗教文化活动 都继续来提供 许县长说 埔里银海城隍庙有300多年的历史 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在921赠灾后受创 由主委潘副议长号召 信仲前程力挺下 克服万难顺利重建 这次的活动除了晚会 以及起伏绕境 并结合了观光与农产特色 行销给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仲及游客 记者曾光佑 普里正采访报导